大司空 婉儿 婉儿 你这是做什么 婉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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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婉儿不要胡闹 好大的胆子 但我大中灾府是什么地方 兄长 此事实属意外 不是兄长所想那样 大中灾 都是婉儿的错 请不要责怪大司空 言婉 我看你是言刺史的女儿 平素又乖巧 才把你留在府中 当作亲生女儿一样 没想到 你不知检点 做出这种苟且之事 我如何能饶你 大中灾恕罪 婉儿知错了 兄长 还有你 为兄好心好意 把清索嫁给你 你不好好珍惜 却在我府里 演这样一出好戏给寡人看 你怎么向寡人交代 兄长 今日实属小弟不适 但凭兄长责罚 你是故意让寡人难堪 今天的事这么多人看到 就算寡人严令下去 不得外传 也难免会泄露 你让一个姑娘家如何嫁人 你让寡人与言刺史的脸往哪儿割 今天是小弟的不是 但凭兄长做主 小弟一切听从安排 也罢 大丈夫敢作敢当 你就把他守了做测试吧 这样对言刺史也有个交代 兄长 那清索他 他是我的侄女 我的话他敢不听吗 四弟 俗话说色胆包天 怎么这个时候倒担心去清索了 多谢兄长赐婚 多谢大众在赐婚 玩儿 起来吧 正大光明的多好 为兄又做了一桩喜事 看着也高兴 兄长说得是 婉儿 寡人这里留不得你了 你收拾东西 跟四弟回大司空府吧 现在去大司空府 现在不去 难不成还要等到出别的丑事吗 就这样定了 延晚先去大司空府 容寡人选个好日子 把婚事办了 由我做主 给延此事一个交代 多谢大仲宰 由大仲宰做主 是延家莫大的荣耀 来 好 这个大司空 朝三暮四 没想到他竟然没有回去 就你没看出来 大司空对颜姑娘 早有意思 真的 我觉得不像 这个大司空没那么简单 不知道是在想什么 不管他在想什么 都逃不出寡人的手掌心去 阿庸 你生气了 都怪婉儿不好 害阿庸被大仲宰斥责 阿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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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 你就那么喜欢我吗 婉儿对你的心 可照日月 你可要想好了 尽了我的大司空府 就别再想出来 若是你想走 不 婉儿不走 婉儿 只想和你在一起 无论是天上 还是地下 难得你能为了我见 大司空府是天上还是地下 过不了多久你就知道了 阿庸 阿庸 我 我会和青所妹妹处理好关系的 不会让你为难的 嗯 夫人你又做噩梦了 现在 是什么时辰了 回夫人 已经是误事了 夫人是不是饿了 我想出去走走 夫人的脚伤还有伤 没事 我只是想出去多多气 朕不求你能原谅 只求能 查出真相 是非黑白 朕与四敌 必定与你一起面对 如此可好 记住朕的话 人生在世 最大的目标 就是活下去 如果连活 都活不下去 那么真与假 爱与恨 又有什么分别 阿庸 青所妹妹在那边呢 主上 主上回来了 走 青所妹妹 身体可好些了吗 你脚受伤了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出来做什么 青所妹妹 这么久没见了 你就不想姐姐吗 对了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大中宅已经做主 把我许给阿庸了 什么 主上 怎么 一个下人也敢对大司空 大呼小叫吗 碧香 天有点儿寥 我们回房间吧 是 妹妹 够了 阿庸 我只想跟青所妹妹 聊聊天 阿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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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酒当歌 人生极何 我以为只有我这 见不得光的人 才会如此落寞 没想到你也一样 你来得正好 陪我喝一杯 这酒喝多了 一觉醒来也就好了 可情若深了 怕寻遍天下也无药可治 最近你的牢骚 怎么多了 所谓关心则乱 不关心则寝食难安 若你是我 该如何选 我只是不明白 为何你不告诉亲苏 那日我去凌霄客救她 是受你所托 何必为了一个女人 暴露你我的关系呢 这么说 你是信不过她了 女人心 还得真 武臣 你为大舟付出的 我都看在眼里了 你能做到的 我也理应能做到 话说 这宇文户 与妙无音早有勾结 阎婉进入大司空府 就是妙无音安排的 找到了黎商界 就想着阵魂珠 他们已经很心急了 不惜一切塞个人进来 还好我宇文雍对付女人有一套 至于大中宰府 就要靠你了 说到大中宰府 有一事不得不说 大中宰夫人元氏 已经消失了将近一个月了 说是回老家看亲戚 我派人去那里监视了很久 都不见其踪影 恐怕此事另有计较 皇上说得对 活着才是最不容易的事 我不能就这样死了 更不能这样稀里糊涂地死 我一定要查出自己的身世 更要查清楚将临之事 夫人 你起来了 你的脸色好多了 你不知道 你刚回大司空府的时候 可把弄陛下坏了 还是皇上的威力大 皇上一来 夫人你就好了 陛香 你说这些话 将咱们大司空放在哪儿了 陛下坏了 盐姑娘 嗯 我来吧 妹妹最近好像憔悴了许多 哎呀 头发也掉了不少 脸上还有皱纹呢 妹妹 女人可不能这样自暴自弃 面如枯搞 邋里邋遢 会被自己夫妻嫌弃的 哦 这也怪不得妹妹 妹妹为了自己的心上人 长途跋涉 赴汤蹈火 没想到 竟然是个负心汉 哎 真是世事难料啊 被人抛弃 怎能不憔悴难过啊 要是阿英这么待我 我恨不得一死了之 颜姑娘 还是我来吧 知道您的是关心夫人 不知道 以为您是夫人的仇人 故意前来滋事的呢 放肆 提着讨好你们家主人 竟然不分尊卑出言无证 颜婉 我才是大司空府的策室夫人 还拢不到你这个没过门的作主 即使你要嫁进大司空府 也请你记清楚 尊卑有序 圆青所 哼 我是来找我们家夫君的 怎么 夫君不在啊 是他昨晚没来 还是他对你失去了兴趣 所以我才有机会进门 大司空府里面 最多的就是女人 多你一个不多 少你一个不少 所以你给我记好 好好做你的策室夫人 要不惹事就各自相安 要想挑事就请记清楚 你到底有几斤几两 圆青所 是 妹妹起床了 脸色看起来好多了 嗯 七嫂不错 昨日来不及跟你细说 大总仔把婉儿指婚给我做了测试 以后你们就分属姐妹 要好好相处 那是自然 我跟青所妹妹啊 早就情同姐妹了 青所 你就没什么想说的吗 嗯 恭喜 妹妹为人大度 总会不懂阿英的心思 以后我们姐妹同心 一起服侍好阿英 姐姐说得对 姐姐 可一定要把大司空照顾好了 这儿 就交给你了 慢点啊 慢点啊 总管 大部分食材都按单子准备好了 可西域的香料 要下个月才能运到 下个月 还有七天就是主上生辰了 到时候皇上大中宰都来 没有香料怎么想 五天真天必须到 是 来 这里是什么 没什么 好东西都被你犯烂了 没什么为什么不让看 难不成 你藏有私货 我说碧香我哪来的私货呀 你就别在这儿添乱了 快走 学 学什么不好 学那个凶神傻的严姑娘 都是仗着由主上包庇 就美上了天 要是主上生辰 还没有买到香料 看你到时候凶不凶 你站住 干嘛 没事 走吧 没事 叫我干嘛 啊 吓我一跳 夫人被阎婉欺负 我又被你欺负 唉 我和夫人 还真是难解难媚 夫人 夫人 参见大仲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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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贪婵 大仲在夫人 夫人 母人 与谁 与我无关 你说的这是气话 毕竟他是你的夫君 平素四弟 有过风流的名声也就罢了 现在居然把阎婉娶回家 那阎婉哪是省油的灯啊 过些日子 你就知道后患无穷了 我知道你心里委屈 不过 你辜负止婚 自然有他的道理 我本来就不稀罕 做他大司空府的侧氏夫人 更何况 争宠 我才懒得浪费精神 清索 你是我的侄女 要是心里有什么事 受了什么委屈 尽管告诉我 我会为你做主的 多谢姑母 对了 姑母 我想请问 我是在什么地方出生的 你怎么突然想起 问这件事情啊 没什么 就是前些时候 遇到一些来自江陵的人 我觉得 他们的香烟特别亲切 想想 我失去了记忆 连自己在哪里出生都不知道 可为何 竟然会觉得 江陵的口言特别熟悉 特别亲切呢 所以 想向姑母打探一下 你确实隋州出生的 之后 你父母双亡 是我故人把你看大的 或许是 照顾你的奶娘是江陵人 所以你才会觉得 江陵口音很亲切 辛苦姑母了 你这孩子 就是命宝 虽说嫁入了大司空府 可整日奔波不得安宁 记住姑母说的话 你跑来跑去 还不是要回到大司空府里来 日后 可不得再使性子 好好地待在大司空府里 过日子才是 师父 师父 请你 成全我和四哥哥吧 等你找到镇魂珠再说吧 是 为什么这香气 会让我想起这样的事情 这是真的 还是梦境 清索 你怎么了 不知 姑母用的是什么香料 清索闻到这股香料的味道 觉得特别熟悉 傻孩子 你当真是失去记忆了 姑母身上的味道 你自然是最熟悉不过了 姑母说得是 清索闻到这股味道 就觉得心里暖得很 不知姑母用的是什么配方啊 配方 我倒不知道 我只知道 这是我们家乡的 一种野花制成 你要是喜欢 我就让人给你送过一些 多谢姑母 还没过门呢 就这样 真不值羞耻 不值羞耻 参见嫂夫人 参见大仲宰夫人 妹妹 果然是一对碧人 难怪大仲宰要成全你们呢 姑母 那我就先告退了 去吧 快点 遢去了 新年 女子 也不得了 突然 这 帮人 我 你 还有 我 你 我 你 夫人 您身子骨干号 又大老远地从大司空府 跑到皇宫来 不如回屋歇着吧 参见皇上 亲所 朕听闻 亲所姑娘 非常喜欢马 你倒是帮朕看看 这匹马如何 耳栗 鼻阔 四肢矫健 毛色唇而不杂 气态非常 皇上 这是一匹好马 是我见过的马当中 分属第二的良具 roman 八人 小組 都 冷 雨 飞 applies сд 轻松 你怎么了 没什么 朕知道你心里非常不舒服 不要憋在心里 都说给朕听 说出来 你就能够轻松一点 皇上 这些日子 我真的 有些不知道该何去何从 我也不喜欢 现在的自己 可 这种感觉朕知道 有时候 走着走着 发现自己 走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好像迷路了 好像失去了希望 但其实 路就在那 只是我们没有发现它而已 你放心清楚 只要朕还活着 就一定不会让你失去希望 只要你心中还有希望 这一定 会有找到真相的一日 朝政良多 内忧外患 皇上不必为我担心 朕 没有保护好你 皇上 如果没有皇上的照顾 我哪能活到今天 啊 从今天开始 我原经所 要做回当初的那个原经所 不再委屈 不再逃避 不再听之认之言 也不枉 皇上对我的信任和照顾 不枉 我这辈子活在这个世上 好 这才是朕认识的经所姑娘 皇上 我想到办法了 什么办法 皇上 我想去一趟市局 不知皇上准备着 你是想去查 有关江陵一案的记录 对 与其进而代之 不如主动出击 你果然是个聪明的姑娘 朕就知道 你不会就此颓然不行的 那皇上答应了 你就放心去吧 就说是朕的主命 他们自然都吉利片 多谢皇上 这匹马 好 这匹马是朕赐给你的 喜欢吗 喜欢 看来 朕这里 没有选择 否认 又找了这么多 我连秦朝的竹箭都搬来了 这些都拿走吧 就剩这两个 还要放回去啊 自然要放回去 在哪里拿的 就放回哪里去 不可错了位置 陆主作 这 这么多 我 你以为史局 是什么地方 记住啊 这里所有的书 都只能在这里看 不能带出史局之外 那这里这么多 什么时候才能开完啊 依你们这个看法 有两三个月 就差不多了 去吧 这不就是夫人要找的吗 为什么这里记载的 都是战场上的事情 跟我想起的情形 完全不一样呢 姑娘 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 主作 我没事 不过 有关江陵记载的史书 就只有这些了吗 我哪里是什么主作啊 不过是清洁保存 这些史书罢了 姑娘 你想找什么 有关江陵的记载啊 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 对 我只知道 当年文皇帝出征江陵时 杀过不少的老百姓 哎呦 姑娘 打仗那是王侯将相的事情 可那次打仗 吃亏的不是老百姓啊 是啊 君侯心慈 在百姓安康啊 注作 你可知 当年文皇帝出征江陵时 是不是真有百姓 遭到屠杀 没错 要不是姑娘提及 老朽还想不起来呢 是有个白水镇 就在江陵四十里外 虽数江陵地界 并无未朝官兵镇守 咱们的文皇帝 却带领人马 将那里的老百姓 杀了个精光 白水镇 这是为什么 哎呀 生意难测 帝王家的事 谁能清楚 姑娘 你还是别打听了 可是 这么重要的事情 为什么没有史书记载 哎呦 那恐怕 是我老糊涂了 记错了 诸作 此事有关我的身世 还请诸作明示 请所姑娘 哎呀 老朽年纪大了 真的是记错了 诸作 要是诸作不方便说 就告诉我 当年有谁 和文皇帝同行就好 我发誓 我绝对不会跟任何人说 这 诸作 关乎我叶家人的清白 还请诸作 是啊 诸作 你就说吧 实在不行吗 陛下给你跪下了 别别别 姑娘 姑娘 老朽糊涂了 今日的话 全当梦话吧 是 当年随同文皇帝出征的人 现在的官职 与当年文皇帝与先朝 所作的官职等同啊 哦 那当年文皇帝在朝的官职是 诸作 诸作呢 陆诸作呢 这位诸作真是的 人那么老了 腿脚到还蛮快 他自然是有难言之眼吧 我们走吧 嗯 金侍卫 陆诸作 辛苦了 举手之劳 多谢金侍卫 陛香 刚才那位诸作说 当年跟随文皇帝出征的人 现在的官职 与当年文皇帝在先朝做的官职 是一样的 嗯 只要问问当年文皇帝在先朝 奏和官职就好了 白水镇 怪不得 我想起来爹娘被杀的地方 不像是江陵那种大地方 都怪诸葛吾雪的话误导了我 只可惜 我们在史局 没有查到跟白水镇有关的史书记载 当时的情况还是不清楚 福人 你看 这里面刚好有白水镇三个厕 我看看 爱 陛下 你怎么能偷书呢 夫人 我是怕你在书局里 被书虫咬坏嘛 偷得好 那不是梅姐姐吗 参见夫人 梅姐姐 夫人 这位是梅姐姐 是我同乡 在宫中多年 夫人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尽管问梅姐姐 那日后 一定会有很多麻烦梅姐姐的地方呢 碧香 我们回去吧 夫人 黄昏之后 千万不要往右拐 为什么 夫人不知宫里的规矩 那边 是宫女祭奠一珠姑娘的地方 你说一珠 是宫女 不过不是现在的宫女 是秦朝的宫女 秦朝的宫女 陈吉的妹妹端木一珠 最后 盗走了镇魂珠 原来你知道一珠 梅姐姐 你还知道些什么 嗯 传说 传说是一珠偷了天罗地宫的钥匙震魂珠 我还听宫里的前人说 一珠的后代为了躲避史皇的追捕 隐居在南方 据说 只有端木一族的血脉才能辨别出真正的镇魂珠 什么 都是这么说的 啊 奴婢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嗯 宫里的姐妹敬佩一珠的胆量 所以 逢年过节 都在那边的礼数下 祭奠一珠姑娘 那梅姐姐 你可还知道有关镇魂珠的消息 还有那端木后人 他们 隐居在了南方什么地方 这些都是传说 其他的 奴婢也不知道了 吓死人了 夫人 我们还是快走吧 梅姐姐 要是你想起什么来 一定让碧香来告诉我 是 奴婢遵命 太阳就要下山了 夫人 我们走吧 嗯 妹妹也是 三天了头往宫里跑 难不成 府里的饭菜 没有宫里的好吃 吃吧 嗯 嗯 妹妹今天胃口不错呀 哦 对了 跟妹妹抱个喜 大主宰已经做主 把我跟阿英的婚期 放到了阿英的生辰之日 也就是七天之后 妹妹可别多心 都是大主宰说 早饭也是饭 晚饭也是饭 不如就生辰之日 大家可以双喜同意 嗯 嗯 今天这饭真好吃 我最喜欢吃这鱼 嗯 你 哎哟 哎哟 呀 剩了这么多菜啊 丢了也怪可惜的 这些菜就赏给你们吧 碧香 你不是说菜凉了就不好吃了吗 还不快蹲走 是 夫人 哎哟 哎哟 你吃饭了 嗯 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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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个人 哪欸 别吃了 呢 你是个老子 没关系 你 胆子不小啊 敢投史局的书 是又怎样 盗回史书 可是要掉脑袋的 像我们这种 被赶尽杀绝的孤儿 又怎么能跟你这种 锦衣玉食的大司空相比呢 再说了 这种掉脑袋的事 怎么能牵扯到大司空呢 怎么 你是觉得今晚我没有吃饱 特意跑到书房来把我气饱 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 但是盐婉是大中宰指婚给我的 不管你要娶谁 你别忘了你的身份 你可是大司空府的测试 宇文雍 你要娶盐婉 还是要娶别家的姑娘 我通通都不想管 什么大司空府测试 什么夫人 谁爱当谁当局 我不稀罕 要怪 就怪我自己运气不好 兜兜转转 又回到了这里 未认了 不过 如果 我根本就不想再跟你有任何瓜葛 你为什么总抓着我不放 难道 你是觉得像我这样的孤儿 没有亲人 没有记忆 就应该任你们玩弄 任你们利用 任你们欺骗吗 不 我从来都不想 做你大司空府的测试夫人 只是我一醒来 就在这大司空府里 大家都称呼我夫人 我也认了 不过现在 就连原亲所这三个字 我都不知道是真是假 原亲所 这一切 都怪你的父皇宇文太 好了不要再说了 我不说 我不说就能堵住世人的悠悠之口了 这天下 没有不透风的墙 你查到了是吧 我什么也没查到 不过我知道 你没有告诉我真相 因为你害怕 害怕承认你父亲做的那些错事 你不要信口慈皇 你凭什么说我信口慈皇 除非你告诉我真相 我说过我已经派人去查了 那你查到了吗 你要是查不到真相 那就请你告诉我 当年到底有谁 跟随文皇帝出征江岭 我好自己去问个清楚 你就这么急查明真相吗 你到底是想找到你的身世之名 还是想找到证据证与我父皇 就是你灭云的仇人 然后 就与我骗清关系 那又有什么分别 原庆所 我说过 这一次 我是不会放开你 你 我再跟你说一遍 这些心目中 当真是个好父亲 不过 我始终不明白 区区一个刺史 为何会请命出征江岭 为何会带着官兵 屠杀手无寸铁的老百姓 刺史 你太小看我父皇了 父皇是太师 大种宰 驻国大将军 后被追封为文皇帝 何来刺史一职 大种宰 原来当年跟随文皇帝出征江岭的 竟然是语文户 原庆所 你想做什么 我没想做什么 我只知道 当年你父亲 被追封为文皇帝 可我却不知道 你父亲当年 竟然也是这样的辉煌 真的没什么 没什么 我该走了 不然 待会儿你的婉儿妹妹来了 显得尴尬 哼 这个语文庸自命风流啊 不过才两个女人而已 就吃不消了 大种宰 您说 清左姑娘会上当吗 还要用 云儿已经上钩了 只想给她一些时日 她猜到当年 随文皇帝出征降临的是寡人 她自然会溜出大司空府来找寡人 拿出最宝贵的东西 来跟寡人交换 正受 这朕魂忠 就只日可待了 就看原庆所要多聪明了 她越聪明 我就越快得到朕魂忠 闪开闪开 闪开 给我闪开 闪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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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 这里就是贵宝斋了 这是谁啊 这么气的 连女人都这么要不一位啊 石头片 对对对 进去看看 来来来 来来来 姑娘 你需要什么手势啊 你闪开 叫你们掌柜出来 这个大姐 你们需要什么手势 我伺候便是 你伺候 我们姑娘 可是渝州炎刺史的掌上明珠 马上就要嫁给大司空 成为他的侧使 你这等小角色 伺候得起吗 快 叫你们掌柜的把最好的货拿出来 怠慢了 小心你的小命 是是是 小的马上去 马上去 姑娘姑娘 你看 这个簪子多好看 最沉姑娘的肤色了 姑娘姑娘 也是都买几盒胭脂水粉吧 擦得美美的 让大司空每天都围在你身边 看都看不够呢 多嘴 是 哦 她就是要嫁过咱们大司空的女人 要说啊 大司空还真是厌服不起人啊 且这刚娶过的龙儿 这么快又来了 我可是听说啊 不是咱们大司空相娶 是人家偏要嫁啊 大仲宰只婚 不娶不行 哎呦 那这女人了得呀 怪不得这么耀武扬威的她 是大仲宰身边的红人啊 你们几个耳朵聋了吗 听不见别人胡说八道吗 给我把这些多嘴的贱民抓起来 再说就掌嘴 是 快 出去出去 出去 滚出去出去 哎呀 贵客道 姑娘 这都是本店的镇店之宝啊 我的娘 这样的女人 谁该要啊 闪开 闪开 都闪开 快闪开 闪开 快点 快闪开 闪开 闪开 这什么事呢 哎呀 你别乱说 咱们主上不是那样的人 要不是贪恋美色 为什么要把阎婉取进来 凭咱们主上 怎么会看不出来 那个阎婉嚣张跋扈 专门欺负亲所夫人 哎 你个小丫鬟 按主上吩咐照顾好夫人就行了 别老想着管主上的事 就是因为有了像你这样 不辩是非的侍卫总管 主上做错了也不知道去 才会让夫人这么伤心 你就敢在我这胡闹 哎 哎 哎呀 我说大总管哪 求求您好不好 夫人的幸福可就在您手上了 你去跟咱们主上说一声吧 那个阎婉真的去不得了 不去 咱们主上自然有他的想法 什么想法 那我怎么知道 你要这么想知道 你自己去问问 天天跟在主上身后 你会不知道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嗯 主上 主上 反正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主上 主上 你回来 回来啊 哎 主上 怎么了 主上 你不能娶阎婉姑娘 为什么 你要是娶了她 她一定会骑到夫人头上的 到时候 不仅夫人难过 连主上都会很惨 回去照顾夫人 奴婢正在照顾夫人 照顾夫人 可不是一朝一夕 端茶地水那么简单 而是要全身心地照顾夫人 包括夫人的未来 包括夫人的未来 嗯 夫人的未来就在主上身上 要是主上不能好好珍惜 那夫人就没有未来了 夫人的未来没有了 那奴婢的未来也没有了 要是你家夫人 趁你出来为她找未来的时候 逃走了 你就真的没有未来了 糟了 我失去处房给夫人拿身汤了 我怎么把身身忘了 主上 奴婢告退 哦 呃 主上 还有喜事的诸多事项要拜 属下告退 主上 主上 夫人可曾按时吃饭 回主上 夫人今天胃口不错 早饭五分都没落下 这会儿刚刚睡下 穿我的话下去 只要她不出去 所有的要求都满足 是 假溜 假溜 不好了 不好了 别吵吵 夫人刚睡下 这个夫人脾气好 就算吵醒了也没事啊 你还是想想 怎么应付新夫人吧 哪个新夫人 还有哪个新夫人 当然是严家姑娘啊 今天早上高高兴 就出去买东西 回来就大发脾气 好断断的茶碗茶壶 都给砸了 现在啊 挨个仆人的过问婚礼 准备的事儿了 你赶快去回个话吧 可是我 我走不开啊 话不可是传道了啊 去不去你自己拿如意吧 这个严家姑娘 真是要人命啊 得 那我还是速去速回吧 新夫人旧夫人 哪个都能要了我的命啊 啊 臣碧姓不在 我去找宇文护 问个清楚 终于可好好吃饭了 主上 还有五天就是 主上的大喜之日了 迎娶的事情 属下都已经安排好了 这份是当天 宴遣的宾客名单 还先主上功名 你做主便是 毕竟阎婉 是大中宰府那边的人 凡事都留神仙 给大中宰一个交代就行 主上 主上连拜喜事 一属下看 不知道是喜还是优我 无非是大中宰 又在我身边 都安插了一个耳目而已 无妨 该来的总会来的 躲是躲不掉的 主上好像有心事 最近右眼总是在挑 难道是什么不祥之招 主上 喜座传来消息 下酒 是 大司公 高长公于今日 已达长安城 果然要出事 主上 高长公又进长安城了 高长公 他怎么还敢来 这个高长公 貌似风流倜傥 胆势过人 可做事为你贵入吗 上次要不是主上 您的计划十分周密 他怎能如愿离开 眼下长安城 眼线密布 危险重重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他这次来了 可就走不了了 怕之怕 他是为了原青所 这一次无论如何 我绝不会让他把原青所带走 多派人手给我去查 一定要把他给我找出来 是 为何原青所昨日会问我 关于父皇的事情 居然还是官职 这个新夫人可真够难伺候的 动不动就拿咱们下人出气 大司公府里 主子对奴才从来都是极好的 这以后恐怕 日子再没那么好过了 什么新夫人 只要一日没嫁过来 就算不上什么夫人 还是青所夫人好些 从来对我们下人 都是和和气气的 我看这个阎文啊 怎么看都不像什么大家闺秀 好好的姑娘家 之前就整天赖在大司公府 和青所夫人 什么姐姐妹妹的 一看他 就知道他没打什么好主意 还要不是青所夫人性的好 就这么容着他 那就是什么 妖虎为患 青所夫人最近总是闷闷不乐的 本来身子就弱 正担心他憋出病来 说的也是 主上不知道被阎婉下了什么迷魂药 对 你们在说什么呢 参见阎婉婉婉 你们还知道我是谁 原青所究竟给了你们什么好处 让你们这么死心他地位地说话 你们尊重原青所我赞同 但倘若是借此诋毁本姑娘 我绝不顾心 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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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当我是瞎子 俗话说病从口入或从口出 今日不给你们一点教训 难保你们下次不找记性 春雪 给我打 是 你 原青好 一个半九十年 对此色略身手 你哪点比得上我 竟然让所有人都为你说话 若不除了我 我延完以后 只怕难以再大司空府立足 走 站住 原青所 你现在越来越猖狂了 竟然大白天地就明目张胆地想逃走 你想怎么样 我说过 只要我再见你 我就绝不再放手 所以 你最好老老实实地做你的大司空府测试 要不然 我会让你生不如死 你以为 我在大司空府待着 就会比死更好受吗 你别忘了 我们之间真正的关系 宇文悠 我怕我继续待在这里 会忍不住杀了你 不就是想抱住我 只要一刀 你举家的仇恨 就全爆了 我想不到 想不到我宇文庸 在你原青所的眼里 仅仅是个仇人的儿子而已 若你笃定我父亲便是你灭门的仇人 今后来 来哟 你以为 这样我就会原谅你了吗 你这样 不过是在为你父亲的杀戮 寻找借口罢了 你让我走 我走了 或许就会找到证据 若你杀不了我 就乖乖留在这里 我答应你 会将当年江陵的事情查得一清二楚 给你一个交代 一清二楚 当年去江陵 除了文皇帝以外 剩下的 就只有大中宰宇文庫了 就凭你跟宇文庫之间的儿与我战 你认为 他会告诉你真相吗 跟你这个伪君子相比 我宁愿相信宇文庫的话 你愿清楚吗 原来昨日你当真是在套我的话 对 因为当时我只知道 跟随文皇帝 出征将临的人 现在的官职 跟文皇帝当年是同一官职 现在我知道了 原来就是宇文庫 你居然连宇文庫出征将临的事情 也不告诉我 原情所若你不治死活 必不可带来大死功夫 带来皇上 怎么 你承认了 哼 你承认你父亲宇文太 屠杀手无寸铁的老百姓 杀了我全家 我说过 我会查明真相 给你个交代 就凭你 你会查清楚吗 我宁愿相信宇文庫 至少他坏得清楚 只要我给他对他有用的东西 跟他交换 他就会告诉我真相 你别想 我不会让你去 若你今日踏进大中在府 只怕就再也出不来了 就算他是我的性命 哪怕只有半点的可能 我也要去 你敢 怎么不敢 你今天能看得住我 明天就能吗 想来你也没有多少时间看住我 因为 你要听大中仔的话 迎娶阎婉了 你跟阎婉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同样卑鄙无耻 同样不仁不义 宇文庸 我恭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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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 你 不要用 放开我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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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你 你 当我好好的夫人不做 要做囚犯 好 我今日就随了你的心愿 来人 主上 把整个院子围起来 此班只敢轮流把守 没有我的允许 任何人不得进出 是 陛下 主 主上 拿家法 宇文雍 主上 主上饶命 陛下知错 陛下真的知道错了 宇文雍 你不能这样 陛下 我之前是怎么跟你说的 主上说 让陛下看好夫人 陛下是指 没有 没有看好夫人 是我 是我偷偷逃掉的 跟陛下无关 你要罚去罚我 要胆子打我 把夫人拉开 是 宇文雍 宇文雍 你 你若是一个千千君子 你就不应该 对一个奴婢有这样的酷刑 你不是说 你更喜欢坏得明明白白的 我就如你所愿 让你看看我坏的样子 宇文雍 如果你心里有什么不满 你尽管冲着我来 你这样做 只会让我更加厌恶你 我会恨你一辈子的 你不是早就决定 要恨我一辈子了吗 碧香 你可认罚 奴婢 奴婢认罚 奴婢认罚 啊 啊 夫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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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这下 你如意了吧 不用你说 我自己 就进那个牢笼里去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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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 啊 让牢婢看看你的伤 啊 不必了 这点小伤 我还受得了 只是你险些受了驾伐 夫人 陛下没事 主上那么生气 还不是因为着急 怕夫人离开大司空府又受伤 主上很少这么着急上火 主上能为了夫人这样 是因为主上心里装着夫人 把夫人看得比谁都重 你不必安慰我 夫人 你可真是冤枉主上啊 他这一边奴婢看得出来 根本就没往奴婢身上打 可没想到夫人竟然为了救奴婢 冲了上来 就 就撞在了鞭子上 没想到宇文庸在你的心中 竟然是个好人 主上自然是好人 奴婢还没见过 哪个高门大院王后将相家 对下人这般好的 主上从来不责罚下人 之前小翠菊说是主上的书房 失手打了一块主上心爱的宴台 主上什么都没说 虽说这次主上是动了真气 可奴婢看得出来 那鞭子根本就没往奴婢身上打 夫人 碧香这么说了 你不会生气吧 夫人 你别怪奴婢多嘴 奴婢这些下人都知道 主上对夫人可是真心实意的 之前每次夫人出了事 主上都是茶不思饭不想的 这次你回来全身冰冷 昏迷了好几天 主上不眠不休地守在夫人身边 抱着夫人直到把你污热 碧香看到这些就觉得好感动 眼下主上不准夫人出去 势必是有别的原因哪 她为什么这么憔悴 好像几夜没睡 颜姑娘就要嫁进来了 夫人也要为自己多做打算啊 幸而主上对夫人有情 以碧香所见 夫人也对主上多热络些才是啊 你们都被她骗了 她心心念念的 只有她自己的权位 她只是怕我死了 没法跟宇文户交差 进户位 颜姑娘 夜晚有事要求见大仲宰 请 高长宫此次来到长安城 必然与青梢姑娘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手下看来 这倒是个除掉高长宫的好机会 还不到时候 难道 凭大中宰府的实力 还不能首任高长宫 寡人要杀的 不止一个高长宫 要利用高长宫 引出我想杀的人 一往成亲 你派人悄悄去查 高长宫的踪迹 且不可搭草惊涉 是 主上 颜姑娘求见 请 颜姑娘 请 多谢大中宰成娟婉儿 让婉儿和大司空有情人终成眷属 婉儿特地备了些薄礼 孝敬大中宰 想想心意不成敬意 还望主上笑纳 颜婉 深夜造访 她 不只是为了感谢寡人 这么简单吧 什么事都逃不过大中宰的眼睛 能够嫁给大司空 本是婉儿的心愿 也是大中宰的美意 可惜原清索 总是从中作梗 装模作样 煽动下人 诋毁婉儿 婉儿 实在是举步为奸呢 这寡人看来 清索的本性 不该如此 清索妹妹本来温婉善良 可是大中宰有所不知 这次回来 她不知着了什么魔 处处跟婉儿作对 还跟大司空作对 大中宰 原清索已是一招死棋 她能做的 婉儿都能做到 还能做得更好 若大中宰 能让原清索彻底消失 婉儿必定为大中宰 肝脑涂地万死不辞 原清索 能为寡人找到镇魂珠 婉儿也能 婉儿早已确定 镇魂珠就在大司空府 你知道该怎么办吗 镇魂珠 当真在大司空府吗 怎么 你不相信寡人 婉儿不敢 婉儿必定找到镇魂珠 献给大中宰 到时候 还请大中宰 不要忘记婉儿的心愿 去吧 婉儿告辞 夫君 怎么今天回来得这么晚 就算事物繁忙 也要爱惜身体啊 刚才妾身看见阎王姑娘来了 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 赖高清索的状 可惜清索这孩子 本以为 把他留在四弟身边 多少能帮上咱们大中宰府的忙 可没想到 偏偏出了意外 丧失了记忆 还好现在有了阎婉 阎婉心思聪慧 妾身想 夫君的心愿很快就要实现了 没有原清索 哪来镇魂珠 夫君说得极是 清索是非不分 妾身还在想 是不是应该把清索带出来 关在严密的地方 由妾身看管着 夫君也就放心了 我现在是没心情想这些了 倒是皇帝事实和寡人对着干 我这边忙着与突厥修好 他那边却准备与突厥作战 要不是有人修书给我 我还一直梦在鼓里 我还一直梦在鼓里 你的后果 这里是军事重地 请马将军带领五万精兵北上镇守边关 臣领旨 只是臣有些疑问 不知当说不当说 皇将军有话尽管说 臣听闻突厥有意将阿什纳公主 嫁给大司空 一截双方秦锦之好 既然可以不出一族一马和平共处 皇上为何要大动干戈呢 朕也是逼不得已 朕知道大仲宰和突厥素有往来 此番和亲只怕是在大仲宰的全盘计划之中 不得不防 而且一旦与突厥和亲 齐国必然会怀疑我大仲的结盟诚意 到时候也会误了周其两方的联盟 战时一起百姓必然遭殃 朕若非辈蔽无奈 也实在不愿出兵 皇上思量周全是臣思量不周 臣必当倾尽全力镇守边关 好 还要劳烦徐司徒出使齐国 以周其联盟关系为借口 一探他们对突厥所持态等 且不可泄露我大仲的行动部署 臣领旨 令请赵将军带五千人马 暗中保护徐司徒 固守在大洲与齐国的边境 以防我大洲与突厥突起战王之时 齐国趁机偷袭 参见大仲宰 大仲宰 大仲宰 快到 兄长行色匆匆所为何事 行色匆匆 若寡人再不行色匆匆 只怕这大洲的江山交互一旦了 兄长何出此言 我问你 为什么要拒绝和突厥和亲 这可是文皇帝为四弟定下的亲事 大主宰 事宜时宜 所为和亲 以微臣看来 无非是突厥的一个托词 突厥虽然久胜不衰 可毕竟久居深为 周其两方势力相当 无需借助突厥了以自报 更何况 突厥答应和亲的条件是 每年大洲要送给突厥的金银不匹 粮草寄居无以计数 这一来 突厥本无诚意 二来 送大批的供品 必然会削弱我大洲的国力啊 小小司徒 皇论国事 难道寡人的叔父 皇上的父亲 文皇帝都没有你眼光长远吗 大主宰 皇上 尾臣只知道 拒绝和亲必然上了突厥的颜面 他们一旦大同有亲 战火思义 生灵涂炭 百姓遭殃 一国之君 难道竟没有替百姓想过吗 大仲宰 突起战火 是百姓之国 朕自不会袖手旁观 朕已与诸位大臣 刚刚商议了应对之法 大仲宰何不 好啊 既然皇上已有了良策 那微臣也可以高枕无忧了 臣近日身体不适 需要在家好好休养 皇上也好自为之吧 大仲宰 朕还有一事想与大仲宰商议 关于四弟的婚事 朕觉得不妥 四弟迎娶清索不久 清索又身在病中 此时再娶 恐有损四弟名声啊 你是在乎四弟的名声 还是在乎原清索的名声 清索姑娘 曾在与齐国的和谈中 出奇制胜 也算是有功之人 更何况 清索姑娘 又是大仲宰的内侄女 维护她的名声 于公于私 都不为过吧 皇上说得好 寡人绝对不会因私废宫 原清索多次善离长安 与齐国往来密切 实属罪大恶极 绝不会因为 她是寡人的侄女 就去姑息 一旦寡人找到证据 寡人会亲手 将她判罪问斩 还请皇上在寡人 找到时政之前 下禁足令 不要让她离开大司公府 还有 五日后四弟大婚 还望皇上清灵祝贺 烧尽兄弟之情 臣 告退 可可皇上 皇上 可皇上 你 你 你们几个 在妖海处守卫 是 你们几个跟我来 魏里的原清索 竟然如此大费忠诚 玉文雍 我看你是枉费心机 就算你布下天罗地网 我也要为母亲 和陆云 讨回一个公道 哇 好漂亮的花 新被子 真暖和 好漂亮的毯子 嗯 爹打损伤的药都齐了 咱们主上 对夫人的脾气秉性 还真是再清楚不过了 对你们夫人来说 吃药可比吃饭重要得多 等等 这道茶杯的颜色我不喜欢 给我换套更雅致的 这 嗯 是 还有那套桌子 跟这些家具的颜色根本不搭 来人 住商 把这张桌子换了 是 墙上的画也全换了 我喜欢山水画 适可而止吧 怎么 舍不得了 心疼了 刚才不是还满口仁义道德的说 要给我想要的生活吗 这些当真 是你想要的生活吗 不然 好 大司公府里家具画卷多的是 来人 出商 把屋里的陈设 按照夫人的要求全部换掉好 是 主上 又多加了两队侍卫 一队守护大门 一队就守护在外面 相信夫人这回安全了 这安全的不是我吧 安全的 是你们大司空的心 夫人 你们都退下吧 是 好一个假仁假义的君子 好一张骗人的利嘴 我要是你 我会在心中窃笑 伪装得真高明 精心付出不过如此 就算他恨你怨你 依然守不下妄为 还痴痴地想着要见他 我 若不是想着与他见面 你怎会几次三番地往外跑 若不是想与你见面 他怎会再次潜入长安城 什么 殿下 来了长安城 我这辈子 永远不要再见到你 你不配 永远跟小脸 一样的脸 见与不见 又有什么分别 我与他的事 大司空 还是少费心吧 来人 主上 给我看好这里 连一只苍蝇都不能放进去 是